盧莎也沒有遭到貶值 反而還高升成駐法國大使喔 大家真的不要再把什麼積壓交保啦 跟判決結果扯在一塊了好不好 完全不是同一個概念 大家好我是新鮮律師 又來到我們一週新聞回顧的時間喔 那其實在我們每週新聞的底下留言 都有網友在問說 為什麼我們花那麼多篇幅在講台海議題上面啊 但是呢大家要了解啊 現在台海議題就是國際上最重視 最受到矚目的議題之一啦 你只要國際新聞一攤開 十個新聞裡面有八個 都是在講台海的問題 或者是有相關牽連的新聞喔 那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中國也真的太會製造新聞了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第一個新聞 就是又跟中國的發言有關 但是在進入正題之前 還是要請大家 如果對於透過新聞選題 認識時事有興趣的話 別忘了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或者是加入營真律師的頻道會員喔 好 第一個要來看到的新聞呢 就是 盧沙爺狂言前蘇聯國 被主權國哀哄啊 中國駐發大使館切割了 說那只是他的個人觀點 好 中國駐發大使盧沙爺喔 真的人如其名發言 真的非常的野 他自從去年發表了 兩岸統一 中國要再教育台灣人 這番真心言論之後呢 在4月21日接受法國媒體採訪 面對主持人詢問 中國持續與非當威脅台灣 他則是宣稱中國才是受到威脅的一方 而台灣自古以來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那接下來主持人又問啦 盧沙爺對於烏克蘭 擁有克里米亞主權 這個問題又是怎麼看的呢 意思就是啊 俄羅斯宣稱 克里米亞自古以來屬於俄羅斯的一部分 這個發言呢 就跟中國宣稱 台灣自古以來屬於 中國的一部分 這樣的言論 一樣的瞎啊 但是呢 盧沙爺的發言 再度讓全世界震驚了 詞二哥 詞二哥 諦你 辯出了 你肯定是 是 如果 你肯定是 所有的前蘇聯國家 這些前蘇聯國家包含現在跟中國非常非常match的 哈薩克、亞塞拜然、喬治亞這些一帶一路的國家之外呢 其他還有像是波羅的海三國或者是東歐很多國家 那所以呢 波羅的海三國跟東歐這些國家馬上氣到跳腳啊 波羅的海三國馬上召見中國大使 那另外呢歐洲議會也有80名議員聯名要求要驅逐盧莎也 大家知道哦 驅逐大使這個在國際外交上是屬於非常非常嚴重的動作哦 幾乎就是等同下一步兩國就是要斷交了哦 所以呢 大家就知道盧莎也這番發言是有多麼的扯哦 但是呢 大家也在看中國官方外交部對於盧莎也這番言論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為什麼要這樣子講哦 因為其實盧莎也就是靠著一路這種戰藍式的發言 這樣一路升官上去的哦 譬如說呢 他原本是擔任駐加拿大大使 那他在加拿大期間呢 對於加拿大政府當時逮捕孟晚舟的動作 他就說這個是加拿大的白人優越感作祟這番言論哦 那當時加拿大官方也是非常的生氣哦 但是呢 盧莎也沒有遭到貶值 反而還高升成駐法國大使哦 那在擔任法國大使期間呢 他的言論也沒停過 譬如呢 他也曾發言攻擊法國養老院的醫護人員 認為說 法國養老院老人家的死亡 不甘中國疫情的事情啊 是這些醫護人員失職哦 那另外他也曾利用 駐法大使館的官方推特在推特上面 罵 某位法國學者是小流氓哦 種種離譜的行徑真的不勝美局啦 但是呢 中國對於他這番爭議性的言行都是避而不談哦 當然 並不是說中國外交部真的沒有發現 而可能呢 其實 盧莎也就是講出他們的老闆 也就是習近平的心聲啦 所以呢 哎 中國官方就是放著不處理啊 但是呢 因為這次捅出的樓子真的太大了哦 所以呢 在事件延燒三天之後 中國外交部就做出切割了哦 指稱說呢 哎 中國尊重所有前蘇聯國家的主權 德國前駐美大使呢 他就在推特說了哦 盧莎也真的要先搞懂歷史再來發言 因為呢 當初聯合國成立的時候 當時的常任理事國是蘇聯 而不是現在的俄羅斯哦 是蘇聯解體之後呢 俄羅斯才承襲了蘇聯的地位 那如果說前蘇聯國家主權 都是有問題的 那盧莎也這番發言 其實就是得罪了俄爹啊 那事情搞得這麼大 都惹得歐洲這麼不爽了 再得罪俄爹怎麼可以呢 所以呢 中國官方才因此馬上 態度180度大轉彎 但是呢 盧莎也這會是最後一次發表爭議性言論嗎 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期待下去啦 畢竟呢 老師有這種加速式要幫助全世界 支持台灣 討厭中國 我們真的是應該感謝他們的存在 好第二個要來看到的新聞是 拜登隱席月宣布 華盛頓宣言 美國和潛艦40年來 將首度部署南韓 好之所以選這個新聞呢 是我發覺哦 最近南韓總統隱席月 真的動作平平耶 而且呢 其實他這一連串動作 背後都是有脈絡 有動機可循的哦 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在我們之前 一周新聞就有講到 他在3月底的時候呢 就拜訪了日本嘛 那打破了日韓兩國 12年來沒有領導人 互相交流的局面哦 那當時他這番動作在韓國 其實是引起幾大抨擊的哦 因為大家知道哦 南韓呢 目前對民間哦 反日的聲浪 還是非常大的 這個舉動呢 也導致 隱席月的聲望 又一路再往下探哦 但是呢 隱席月並沒有停下腳步哦 他在4月底 也就是現在啦 他人正在美國 那他要在拜訪美國之前呢 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最後又說了哦 南韓政府一直在思考 如何可以保衛跟重建烏克蘭 如同南韓在韓戰期間 接受國際援助一樣哦 那這番言論呢 也暗示了 韓國有可能會提供軍事武器 給烏克蘭的跡象哦 那大家要知道南韓呢 因為近幾年 他們一直發展軍武哦 目前哦 南韓的軍武在全世界的 市場率是排行第八 所以呢 他如果說肯提供軍事武器給烏克蘭 在烏尾戰爭上面一定會引起到 蠻大的影響的哦 那他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背後代表的就是 他在對抗俄羅斯之外呢 他也跑向了美國那一邊哦 在接受美國媒體專訪的時候 他又說了哦 南韓在國際上跟日本的合作 是刻不容緩的哦 在推動韓日關係正常化的立場 他已經盡力地說服南韓民眾了 但是呢 他無法接受 日本要為一百年前的歷史下跪道歉 啊 大家可以預想得到啦 他這般言論一定在韓國 又會引起極大的抗擊 但是為什麼尹錫悅他堅持這樣子做呢 我們其實從他這一連串的動作 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立場就是不斷地 傾向美國傾向日本那邊哦 我的看法是呢 尹錫悅其實他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人啊 他了解 南韓最大的威脅是來自哪裡 就是北韓啊 因為北韓一天到晚說要打南韓嘛 威脅用核武來對付南韓嘛 那南韓的背後就是中國 就是俄羅斯啊 所以呢 南韓要爭取國際上的援助 他當然第一個要拉攏的是 離南韓最近的日本嘛 那再來要對付中國 要對付俄羅斯 他不拉攏美國 他要拉攏誰呢 所以他不能夠再像文在寅時代一樣 在那邊說什麼 啊 我們要大國等據外交 要做大國博弈哦 鼓吹南韓企業 大手比在中國撒錢做投資哦 美中關係角力之下 美國一祭出晶片法令 南韓的晶片企業整個倒下去 南韓這個時候他不趕快跟美國靠攏 難道他還要繼續跟中國靠攏 等北韓真的打南韓的時候 欸 發現自己才壓錯邊了嘛 所以呢 我覺得尹錫悅才是 真的看得懂這個場面 這個局勢的人哦 那他寧願在韓國呢 聲望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他不願意讓自己 成為南韓的歷史罪人 而做出這樣子的選擇 我自己在這方面是還蠻欽佩他的 那他這番選擇呢 其實讓人聯想到台灣啦 台灣最大的威脅是什麼 就是那個一千多枚飛段 對準台灣的國家 這個國家不是美國不是日本 就是中國啊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認清 我們的主要威脅 就是來自於中國 而在那邊說什麼 我們要大國等據外交 要做什麼大國博弈大國角力 等那天發現自己已經陷入了 對岸的圈套的時候 那到時候再後悔來得及嘛 那希望呢 台灣接下來的領導人 也都可以跟他看得一樣清楚 好第三個要來看到的新聞就是 二煞觀光團痛歐民眾 澎湖人權炸開 垃圾就這樣放了嗎 那這個新聞呢 是發生在4月26號 有6名從北台灣到澎湖 去遊玩的年輕人 那在當地呢 他們就是騎機車遊玩澎湖嘛 那結果呢 就在路上 跟澎湖當地人開的汽車發生擦撞 結果這6名二煞竟然 將這名汽車駕駛人 從汽車裡面拖出來 給予通歐啊 那另外還毀損了 車子的擋風玻璃等等 導致呢 這名受害人受到腦震盪 而且還有廢出血等等 這樣子的傷害 那事情 白痕之後呢 哇 澎湖人權炸鍋啦 非常非常生氣 還有民宿業者跑出來說 這群人就是前一晚 住宿他民宿的人喔 那他們在住宿期間 不只大吵大鬧 也毀損了民宿的玻璃門窗 真的行機非常的惡劣啦 但是呢 這群人被警方開始進行偵判之後 檢察官最後則是以6萬元交保喔 消息一出呢 澎湖人就更生氣了喔 就有人留言說 為什麼在澎湖打的人 還可以讓他離開呢 好 這個時候我就來跟大家說 為什麼囉 因為呢 長久以來 我其實對於媒體這種下飆的方式 真的覺得還蠻感冒的喔 其實交保或積壓 他就不是判定 這個人到底是有罪 還是無罪的一個標準 積壓的手段 他只是保全證據的手段 也就是說呢 在案件判決之前 為了讓我們的監警科有效的保全這些證據 所以必須要有一些積壓的手段 來讓這個證據不至於蔑視喔 那就算積壓就算交保之後 其實這個案子還會繼續進行審理 最後才是由法官做出判決喔 大家真的不要再把什麼積壓交保啦 跟判決結果扯在一塊了好不好 完全不是同一個概念 那為什麼這群人可以積壓呢 我們來看看法律上積壓的要件喔 刑事訴訟法第101條規定啦 如果說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呢 有事實認為說有逃亡或者是逃亡之語 或者是有淹滅衛造變造證據 勾穿證人犯人等等 或者是罪輕為死刑 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 這樣子的情況才會給予積壓 那或者呢 就是要以101條之一的規定喔 犯了下面這麼多罪名喔 那有事實 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個罪的情況的時候 才有積壓的必要 這群人呢 他們所犯的是傷害罪跟毀損罪啦 其實並不在101條之一的這些罪名裡面喔 那另外呢有人會認為說 檢察官讓他們交保了 他們就會逃回台灣啊 那這個不是逃亡之語嗎 其實逃亡不是這樣子的意思喔 因為呢就算他們回到台灣 他們還是受到台灣檢警的控制範圍啊 那譬如說呢 澎湖的檢警要傳喚他們的傳喚不到 或者他們不願意到澎湖去開庭的話 他們在台灣這邊當然會受到相關的懲罰 甚至還有發布通緝的可能啊 那一般人也很難想像說 他們會為了傷害罪或者是毀損罪 被全台灣所有的檢警通緝 因此呢這個案件裡面 其實檢方最後以6萬元交保 都是在正常範圍內喔 那我是覺得說這樣子媒體下標的方式 有想要引起台灣跟澎湖的民眾 激化對立這樣子的現象 我覺得這是很不好的行為喔 所以呢 在此第三個新聞就特地選了這個新聞 來跟大家法譜一下好不好 不要再把羈押、交保 跟有罪無罪判決混在一起了 好 那想知道更多法律知識 別忘了訂閱 影真律師 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和我的臉書粉絲按讚 那記得趕快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以及官方LINE帳號囉 我是影真律師 我們下期見 掰掰